20多年前大陆北京同仁堂用的老虎骨头做成的药酒 流到台湾非常的抢手 以前一瓶不到2000块 现在卖到36万的 但是在台湾卖保育类的药酒是违法的 但这些业者就甘然的在网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来收购 一旦被抓到的话 一罚就是100万 拿出放大镜 专业收酒员仔细看手中这瓶药酒 至少有20多年历史 来自北京同仁堂制造的虎骨酒 专业收酒员拿出DM介绍单 直接站在马路边面谈价码 如此小心翼翼 因为北京同仁堂出产的虎骨系列药酒 成分是用老虎骨头做成的 在台湾是违法 叶辰回答的小心 不能公开贩售老虎酒成为收购老酒界不能说的秘密 买卖虎骨酒明明是违法 但是上网路随便打虎骨酒关键字 一堆收购广告架码上万起跳 业者也很精明 故意码掉任何有虎骨骨的字样 游走法律边缘 业者挺而走险就是因为北京同仁堂的虎骨酒 身价大暴涨 市面商份外销和内销版都有老虎骨头成分 但是外销版有李时珍照片最珍贵 还有加摄箱 价格自然高 有李时珍照片的虎骨酒 20年前在大陆贩售不到2000块台币 现在暴涨到3到6万台币 如果被抓到私下贩售不得了 依照台湾违反野生动物保育罚 买卖虎骨酒至少被罚20到100万 不少业者干脆在网路或报纸广告上 不留地址只留电话 以一对一见面跟地点方式 多政府游走灰色边缘 收购高价虎骨酒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